他拍着蓝丝锥的肩膀,温和地说,我会认真考虑的。 乖呀,这些就不是你操心的了。 好了,不说了,我得走了。 既然在这里看到你们,你们都很好,我也就放心了。 他朝温宁摆摆手,你也不必送我,我一个人乐得自在。 丝锥见劝不住,也就不再多说了,反而从怀里取出了一个乾坤袋, 为前辈,这是昨天韩光君给我的,让我转交给您。 魏无羡伸手接了过来。 这个蓝战,原本就心细,如今愈发成精了。 猜到我会拒绝他,他就给丝锥安排上了。 哎,恭敬不如从命,那我就笑纳了。 替我谢谢你们韩光君啊。 魏无羡挥了挥手,牵着小苹果继续向山脚走。 蓝丝锥和温宁站在后面,深深地一礼。 魏前辈,一路平安。 公子,一路小心。 云深不知处脚下最近最大的城池,就是前几日举办仙都就任大典的云景城。 这里有很多蓝室的外门弟子和门人都居住于此。 因此,白衣飘飘,头戴抹额的修士们这里随处可见。 加上蓝室对收入门下的弟子样貌品行都有严苛的要求, 引领城里美郎君,翘姑娘那颗真算的比比皆是,再加上姑苏柔美的腔调,真是一等一的美妙景象。 一路上,那些蓝室弟子们看见魏无羡远远的就停下,朝他端正行礼。 魏无羡满头雾水,不明白这是怎么了。 怎么感觉就几天没出来,一下子就变了。 以前那些蓝室弟子们看到他,即使认出他,虽然有礼,却也仅是有礼而已,可远没有如今这般慎重。 蓝湛又干什么了?魏无羡颇有些无奈。 魏无羡找了一家客栈落了脚。 掌柜的一见魏无羡,就迎了上来,魏公子,您来了。 里面请。 魏无羡笑着点了点头,你怎么认识我? 这可奇了怪了,这个城池他未曾来过,上一次来也是来去匆匆,并没有做过多停留,这个掌柜的也衍生得很,怎么他就认识自己呢? 而且,蓝室弟子们认识自己还情有可原,毕竟他也在银身不知处晃悠了那么些时日,上上下下的弟子门人,不说都认识,可也认识个七七八八的。 可百姓认识他又是为哪装? 掌柜的笑着说,您是整个姑苏兰氏的贵客,怎么能不认识呢? 韩光君的第一号仙督令,您没看。 小的身份低微,前几日已经收到了家主的号令。 以后您随来随往,只管随意住下就是。 仙督令。 魏无羡对仙门百家之事完全不想理会,因此也没有在意过这方面的事情。 蓝忘机也从未在他跟前提起。 就他那西字如今的性格,肯多说两个字才怪了。 前头告示上还贴着呢? 要不,我让人给你去抄一份回来。 掌柜的见魏无羡竟然完全不知情的样子,也是热情地说。 嗯,不用。 魏无羡摇摇手,先给我整几个热乎的辣菜,再来。 再来几坛天子笑。 掌柜的笑着接下去。 魏无羡笑着指着掌柜的,这你也知道。 仪陵老祖好酒,尤其好咱姑苏天子笑,早就世人皆知了。 掌柜的引着魏无羡进了一个雅座安顿下,您请,我这就去安排韭菜。 有劳。 魏无羡拱了拱手。 魏无羡打开了蓝丝追送来的乾坤袋,往里头一看,优惑,东西还不少。 一袋满满的黄白织物,厚厚一摞蓝丝的专用传讯符,各种疗伤致病的药丸玉瓶一大堆,一大包衣物,零零碎碎,东西还真不少。 嘖嘖,魏无羡不尽常探,蓝湛啊蓝湛,你这搞得我倒是像是来打秋风的。 咦,还有一枚温润的玉排。 抱出来拿到手里一看,上面还露刻着英字,周围有蓝丝的白云纹样。 难道是云深不知处的玉令? 为无限疑惑地仔细翻看,可谓和不亲手交给她,却放在乾坤袋里。 当初蓝湿成给金光瑶的通行玉令她看过,她在云深不知处听学的时候也曾有过通行玉令,可跟手上这枚也完全不一样。 白云纹样倒是差不离,但是上面的静置,纹印又都很是不同。 这块玉令下端还有一个小小转字,她翻起来仔细辨认了一下,应该也是个英字。 这个玉排是做什么用的? 云深不知处。 蓝丝追送走了魏无限,匆匆回到渔市向韩光君复命。 渔市内,韩光君面沉如水,端坐在守卫,面前的书案上暗读堆叠了一层又一层。 香炉内的檀香鸟鸟绕绕,清淡幽远。 门人和弟子们皆垂手势力在门外,没有传唤不得入内。 韩光君,私追没能留下为前辈。 请韩光君责罚。 蓝丝追端正地失了一礼,长功不起。 罢了。 蓝忘记看了眼堂下的蓝丝追。 他都留不住的人,又怎么能指望丝追能留下呢? 不过是痴人妄想罢了。